可以列出前妻名跟清楚前妻名 就类似这样 其实他的观念就是从这边衍生过来的 所以其实如果你刚刚格式化这个会写 你前妻名应该会写 那只是说要改哪些地方 城市其实真的不多 大概就是主要你观念清楚 其实要写都很方便 而且前妻名这种写法 你可以当一个范本 以后的话很多地方都会有类似 比如说你找到的东西 你要复制到这边 有没有 就是有点像把找到的东西 列一个清单一个报表 在这边帮你往下 那这种东西蛮多的 当然不止一栏 有的时候两栏三栏都有可能 所以以后的话就是稍微修改一下城市 就可以把它做很多的衍生 OK所以基本上我只是写一个范本 给各位参考 那城市该如何写 OK怎么改 尽量回去一定要花时间 真的你像这种东西 你不可能说你今天上完课 你回去马上写都写得出来 不可能吧 对不对 如果你可以写得出来 那你真的天才了 难得遇到几个 OK 除非你本来就会写城市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些能力 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培养的 而且未来你会发现 像现在每天你在报章杂志上看到很多的讯息就是未来 其实像AI人工智慧跟机器学习或者是未来的发展 其实都跟这个非常有关系 所以如果你现在假如不学的话 以后会更痛苦了 OK 那怎么改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们就是直接拿什么 拿这个中间 这个城市我已经做好了 那我就把它拿什么 拿刚刚的格式化这个城市 拿这一段怎么样 我把它复制一下 贴到这边来 当然你可以插入 或者你把它复制贴过来 改一个名称叫前期名 OK 那前期名意思就是帮我把前期名的资料列到这边来 那怎么列过来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一样跑个回圈 for I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帮我做什么呢 如果他这边的值 如果是小于等于7这个条件出现的话 那我现在是涂颜色 但是我现在不是涂颜色 我现在是要把这个值帮我带到这边来 所以特别注意 最关键的地方是如何把这个带到这边来 这个带就复制了 复制过来 复制的话特别注意 如果是BBA写法一定是把 如果你要复制的东西 到哪里写前面 从哪里写在后面 OK 所以这个写法的话 特别注意 我的写法 记得是 我要把A栏里面的东西 call到F栏 所以call到F栏的话 记得把F栏写在前面 所以我复制一个 中间加个等号就可以了 等号就是说 我要把A栏的东西复制到F栏 可是问题来了 F这个地方把找到的那个A栏 所以这个地方这样的写法是把 所以SalesA里面是12 12的东西call到F栏 但特别注意 关键的地方I I的话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第几列 现在是第二列 对 就是F2的意思 但问题来 如果我今天12call过来 放到这边是12 但问题我下一个 假如我找到21 21我又call过来 他被盖过了 所以我需要怎么办呢 我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关键的地方 就是这个数字不能够固定的 所以你需要一个变数 什么变数呢 也许我叫K好了 那K的预设值是等于多少呢 K的预设值等于2 OK大概这样写 以后的话 你们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去分析 写法都一样 OK那预设值就是这样来的 以后的话不只是VBA 你以后再去学R 学Python 其实它概念都一样 一模一样 而且我写的方法都一样 我不是说今天写VBA这样写 我不管写那种语言 写来写去都是类似的方法在思考 可不可以通可以通 所以我有一本课叫 从VBA到Python 我就把上VBA的课程 全部又把它改成Python 重写一遍 我OK 没有问题 只是说 做个有点像什么翻译的动作而已 只是说它使用的物件概念不同 其他原理原则差不多 OK 而且你会发现以后这样扣过去 概念一模一样 没有不一样 那我这个K预设值等于2的话 所以第一次过来它就是F2 那再来怎么办 Enter一下 你就多补一个 K怎么样 因为你现在已经扣到第二列 所以再来的话就是变第三列 那第三列怎么做呢 K等于K加1 它本来2 你把它加了1之后 再把它放回去 盖过去的意思 所以特别说这个等号 应该解释就是叫 把后面的值复移到前面去 或者叫复制盖过去的意思 所以叫变数 什么叫变数 其实也不用把它想象那么复杂 其实意思就有点像剪贴部 C 下一次在C 前面的都被盖过去了 那道理差不多 OK 应该可以懂我在讲什么 所以程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概念就是这样而已 那这样子程式就写完了 有没有多什么东西 好像也没有多什么 OK 所以我把重点回顾一下 1 把这个抠过来 把这个东西丢过来 所以原来是底色 再来的话因为列会变更 所以我就把它给一个初始值 从第二列开始 后面的话就是因为一直往下 所以让它K等于K加1 OK 其实说真的这没有很复杂 但是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以后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写 其实很多时候 我写来写去反正就套公式 套一套 这样就OK了 报表怎么做 反正你报表一定是找到那边列 列列一直往下列 就K等于K加1 一直往下就好了 如果你还有F 旁边还有一栏G栏 有没有 你也可以再把它列列列列 他就自动一个报表 从这边找到东西帮你丢过去 他帮你列出来 那不就OK了吗 很多地方其实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你不要把自动化报表想得太复杂 很多其实都是从这边衍生出去的 OK 那么试一下 OK写完了 所以最好你不要死背 程式强调一定不要死背 一定要理解 然后呢 一定要经常实做 如果你做久了 说真的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背 然后呢 慢慢慢慢去体会 很多东西就写出来 然后把它做完之后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但是有时候跑太快 我把他这边塞个中段 给让他停一下 12过来的 这边停住了 中段点意思是说 程式在这边停一下 为什么 跑太快 K现在等于多少 K等于2 那如果执行这一行 按F8 K加了1 等于3 意思是把后面加1 写过去 然后再来 他就NAS 下一个 所以一直找到找 找到之后的话呢 又丢一个了 K现在等于3 再执行 K等于4 意思是类推 所以这种写法还蛮好用的 而且不难理解 初始值 输出的结果 中段点再拿掉一下 让他全部跑完 那清除的话 我这边是写 你也可以跑个回圈 全部清除 不过我觉得 最简单的方法用Range Range指的就这个范围 F2 到F8 后面加一个什么 点ClearContents就好 就点Clear ClearContents 实际上就是清除资料 OK 所以这边就多一个清除资料 然后就可以把它ClearContents 这边把它 这边好像还是中段模式 把它直接 ClearContents 不对 应该是ClearContents 刚刚选错了 ClearContents 不要选错了 这是清除注解 应该是清除内容 OK 不知道现在 那我怎么没有没有反应 清除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不过这个做完之后 这个同学的问题永远 永远没完没了 这个做完之后 其实已经算OK 那就有同学说 老师 可是我希望这个排名呢 你看第一个十二三是第七名 第二个呢 他是第二名 那他基本上是按照他出现的 怎么 这个顺序 输出的 那他的需求是什么 他说老师 可是我希望排的顺序 是按照 那个什么呢 这边的排名 比如说先Call第一名 再Call第二名 再Call第三名 应该懂我的意思 那 程式该怎么写 其实 这边 只要 再增加 好像两行吧 就可以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要加两行 加这两行怎么加呢 就有点复杂 因为 这个逻辑就变成相对复杂 就是说他第一次 我就告诉他说你只要找的 我们刚刚的条件有没有 是找那个小于等于七嘛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第一次就是要找一号 就是那个储存个等于一 就把那个值帮我Call过来 那第二次呢找二 再帮我Call过来 第三次找三 那也就是这个数字 他必须变动 所以变动的话 又来了 就是必须要怎么样 把它多一个用一个J 那这个J呢 必须随着你每次跑 你就要加一 加一的话 一些4回圈 所以你要给他一个回圈 或者你不给他一个回圈 你可能就是用什么方法 反正就是要变出 那个值就是第一次是一 第二次就二 第三次一是一类推 然后呢 找到之后 一样把这个东西Call过来就OK了 所以应该可以懂了罗仔 只是说这个有点复杂了 OK 所以你们先从简单开始 再慢慢复杂 如果你都可以解决的话 那你会觉得越来越有成就感 你会觉得哇这东西我慢慢可以理解了 那其实同学最难理解就是像这种回圈变数 还有逻辑判断 可是你如果直接弄弄手 你会发现其实也没什么 大概就这些东西 变来变去 不就是这些东西而已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示意 就把那个格式化改成前期名 那程度好一点的同学可以再思考 如果我要的顺序不是找到的先后 而是按照第一名帮我排到第七名的话 怎么做 哇 这个没关系 这个反正就慢慢的 慢慢的增加 很多问题其实说真的 刚刚时问我 怎么办 我也要去想 我也不是神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 答案程式其实就是想出来的 当然有的时候你可能不确定 没关系 你可以慢慢再去try 慢慢再去改 好 好 谢谢观看